有的人购买小行车,图个够用,图个灵活,而有的人购买小行车,则是出于预算的考虑,图个经济社会。 在此之中,我想后者占据了绝大多数,同样花上几万元,谁不希望自家的小车可以宽敞一些,质量和品牌都好一些呢? 今天要和大家闹的这款车就是全新丰田智炫,其实Aerosol智炫也算是这一级别的老将了。 这款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什么短板,而且目前优惠很大,性价比也在一次提升,入门级丰田智炫1.3升手动灵动版的官方指导价为6.98万,经销商报价为5.78万左右,优惠1万元左右。 同时,在某些区域高配车型优惠力度,甚至可以达到2万元左右,可谓是性价比十足。 下面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这台小型车的实力到底如何? 外观方面,全新致炫夸张的八字弧前脸风格,总是可以让喜爱个性的年轻人一眼中的。 经过最新改革升级之后,LED日间行车灯的加入,也让整车视觉效果更加时尚。 经过黑色处理的BC柱形成的悬浮式车顶,是施下非常流行的元素,配合可以多种选择的车身配色。 运动范十足,视觉效果突出,侧面的线条上扬增加动感元素。 而车尾的Z柱采用黑色装饰,让整个车顶看起来更为轻盈优雅。 智炫在车身尺寸方面,与本田飞度和大众Polo相比,新车占据了一定的优势。 尽管车尾的设计相比较车头来说显,得要平淡很多。 但这些细节的勾勒,使得新款智炫的车尾,看起来更加饱满一些。 这个级别里面,智炫的中控台虽然材质上,同样是大面积的硬塑料,但运用了缝线造型,很有档磁感。 视觉效果上层磁感也很丰富,很讨年轻人喜欢。 细节之处加入了蓝色等元素进行点缀,进一步提升了该车的运动范围。 在配置方面,该车配备了发动机启停功能,VSC车身稳定控制系统,HAC上坡启动辅助等配置,还是很厚道的。 智炫的乘坐空间与同级别车型相比,表现就很出众。 即便把它和一些紧凑级别的车型相比较也能说得过去,虽然不会让人有那种在后排翘的腿坐都有富裕的表现,但装下一些身材魁梧的乘客,丝毫不成问题,并且还会获得不错的舒适性。 新缓智炫依旧搭载了1.3升和1.5升两个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,动力参数上和老款车型保持一致。 新缓智炫在动力系统上最大的改变在于,将原先老旧的4AT变速箱,换成了CVT产品。 虽然前者的平顺性已经能够做到近乎满分,但其在档位数上的硬伤,终究还是让厂家下定了决心将其更换掉。 总的来说,新缓智炫是一款小改缓车型,两撇胡须的设计比老款更和谐一些,不过如果你买的是一辆黑色车型,那你就看不到这个亮点了。 这款车最大特点就是实用,空间宽敞,配置够用,价格也不贵,加上丰田的口碑。 对于预算不高的三口之家来说,这个十分适合,另外新车型更换寥寥,CVT变速箱,全系标配车身稳定控制系统,前者让动力输出更平顺,同时也摆脱了4AT物理档位少的这个遗憾。 对于,你有什么看法呢? 对于,你有什么看法呢? 对于 柔主,看法器里投 alkalINE的声音,尤其永浓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